第一位是我們的數位發展部部長 堂部長 第二位是我們的 多元師莊明芬莊師長 第三位是我們的數位產業署林俊孝副署長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包括數位部推動可信任AI 然後辦理這個AI促進資訊完整訊的活動 以及這個多元師要跟我們分享MyData的線上 申辦服務最近期的一些發展跟亮點 那我們先請林副署長為我們簡報 這個AI促進資訊完整性的主題 謝謝 部長還有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找 那以下代表數位部來報告一下審議市民主運用AI 來促進資訊的完整性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AI帶來很大的一個機會 但其實也帶來很大的挑戰 尤其是深層式AI這兩年這個疫經突起 那一般民眾過去可能沒有辦法用到AI 在深層式AI的時候一般民眾也會用到所謂的深層式AI 同樣的他們也會暴露到一些風險 所以這個也是部長這邊比較希望把利害關係的 因為現在一般民眾已經是利害關係的 所以要來進入這個整個AI政策的一個決策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個審議市民主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活動 好 那先跟大家報告一下這個我們部裡面推動可信任AI的一個里程碑 總共有6個這個主要的活動 包括我們去年的5月參加的這個CIP 等一下會跟大家一一報告 第二個是7月我們辦了點時松 8月底我們辦了這個第一次的審議室的工作坊 然後再來是9月有參加就是國民國大會的時候的一個 這個Site Event 我們參加了這個自由的線上聯盟的一個會議 再來就是今年3月我們辦了這個第二次的審議室民主的一個活動 再來就是上個月我們也找了大廠來交流一下這個AI的這一個 這個整個管理的一個機制的問題 好 那以下先跟大家一一報告 那在CIP的部分就是我們 CIP所謂就是我們非政府這個集體智慧的一個計畫 我們現在在去年已經成為他的這個合作伙伴 最主要參與他對齊大會就是一些公共利益的 我們這個AI的應用要對齊這個公共利益的部分 我們參加他們這樣的一個專案 再來就是審議室的工作坊 我們去年8月也辦了這樣的第一次的工作坊 那討論的是AI民主化 當然就是找我們的公民一起來討論 因為我剛剛講過深層是AI跟一般的民眾都息息相關 來討論一些AI倫理的一些議題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 我們今天的主動就是我們辦的審議室民主的一個活動 那最主要我們是想要建立一個準確可信跟可靠資訊的一個生態系統 那主要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增加增進公共信任 就是透過邀請民眾來一起參與 來深入了解我們AI評測的一個目的 來讓民眾能夠真正的參與這個整個 AI政策的一個擬定的一個過程 第二個是多元觀點 我剛剛已經講過說過去我們可能在AI他們都是專業的人在用 但以後深層是AI其實一般民眾也會用 我們希望把一般民眾的一個觀點 能夠在我們決策過程都能夠參考 那再來就是增加這個透明度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民眾能夠了解AI的一些原理 它影響跟這個潛在的風險 來減少這個資訊部這一陣帶來的一些風險 好 那我們這個審議室民主 這個是我們在3月23號禮拜六下午1點開始辦的 那最主要是過程當中 我們發了利用我們的一一整訊頻來發了20萬折 那我們就有意願的話 我們就在進行分層隨機的抽樣 總共抽出了450位 然後我們在禮拜六的下午 我們就辦了這個整個公民審議大會 好 那我們主要討論的議題有四個分層 上半場跟下半場 上半場討論兩個 一個是大型平台的資律或者是要強化政府的監督 另外大型平台如果透過這個AI來幫助公民分析 資訊的完整性 然後第二個下半場的話也是討論兩個議題 一個是大型平台如果透過AI來幫助 使用著維護資訊的完整性 再來就是要第二個議題是提升資訊的完整性 那我們會做小組討論 小組這每10個為一個小組 所以450人其實就有了45組 但是在最後專家在歸納議題的時候 是希望就是要請所有人都參加 好 那這個是一個畫面請大家參考 好 那我們有三大共識 其實跟大家的分析其實差異不大 就是說我們民眾一般民眾也希望能夠完善 AI的監督機制跟規範 那希望說民眾希望能夠參與 整個參與討論AI的監管政策跟機制 還有一些法則等等 第二個是一般民眾也希望說大型平台能夠 強化AI的分別分析級辨識的能力 因為大型平台上面有很多資料 他們希望能夠他們自律能夠篩選出真實 信賴跟可靠的資訊來讓一般民眾來 來看 免得避免一些錯誤的資訊 第三個是他們也希望說平台 也不是自己說的算 因為他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 就媒介的角色的話 希望有個第三方的一個評測機制 好 那 我們接下來就找了國際大長來交流 因為我們辦了這個審議是民主的 我們就找了民眾有這樣的一個期待 我們就部長就找了這個四大的 這個國際大長來一起來討論 主要是討論兩個議題 就是說要請他們家長分析辨識 就剛剛民眾一般民眾希望大型平台 來協助的部分 第二個是我們也希望說 一般民眾的攜帶就是希望他們能夠送撤 那議題的話我想請大家看一下 就是針對大型平台他們希望能夠標記 就是說使用者要知道他現在跟你互動了 是AI生成還是真的人 因為以後可能很難辨識 再來就是希望說一些 screen掉一些那個虛假的訊息 而且是提供者的話 那提供虛假的訊息能夠停權等等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深層是AI還是要標記 就是可能是簽名、浮水印等等 讓這個正式未來的 有什麼犯罪 檢調可以知道他的出處 第二個議題就是要送撤 那個簡單的結論就是各廠 各國際大廠他其實也是這個可信任跟準確性 安全等在AI的一個重要性 他們在開發過程他們其實對他們的模型 都有持續性的監測跟調整 所以來符合可信AI的一些標準 再來就是他們對於送撤我們這個AI評測中心 也持真相的態度 甚至這個META跟OpenAI也初步同意 那第二個是各廠其實現在對於這個AI的內容 也推出了一些措施 那包括這個Google他對AI生成的廣告 以及YouTube上面的內容已經進行標註了 META也即將標註 在OpenAI他有導入的叫C2PA的這個溯源機制 那最後的結論是把上面講的大概做一些 幾點的忠誠 包括完善資訊辨別的分析機制 國際大廠已經陸續在做了 那將來應該會形成國際標準 那我們也會參考這些國際的趨勢來繼續 來精進我們的評測機制 那強化資訊透明跟標註來源 我想這個應該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大家知道跟你互動的是不是AI生成的 所以這個標記就變成相當的重要 好 那以上跟大家簡單報告 謝謝 謝謝副署長 那我們現在請副署長幫我們戳幾句話 好 謝謝 我想在這次執行很感謝這個數產署 對其大會的過程裡大概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參加的這400多位朋友 他是具有統計上面的抽樣的代表性 意思是說他的抽樣的這個範圍 那跟我們全台灣人口這個組成的比例 就有點像是民調那樣子 是很顯著的 是相同的 這意思就是說這樣凝聚出來的共同意見 那我們可以有一定的信心說這樣子在推行 比如說剛剛那些共識都是8成5以上的共識 這個應該是全民是可以認同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說剛剛大家看到說 這就是10個10個一組的這個分組討論 其實他是不是用人來當引導師 他是那個介面本身就是用AI來引導討論 那意思就是說以前常常是受限於場地 或者引導師的數量等等 但現在的話就是不管是400人還是4000人等等 可以透過AI的方式來自動引導出這樣子的討論 跟建立這樣的共識 那也因為這個共識的拘束力 在學理上是比較強的 所以我們也立刻來處理 那剛好數產數也在同時 在做詐欺犯罪危害防治條例的這個草案的擬定 那所以我們就把一些公民小組 他的這個共同的推薦的這些結論 我們本來條文裡沒有的 我們就放到這些條文裡面 舉例來說像公民小組的意見是說 要先處理假帳號的問題 那要用公要跟私藥 就是透過像數位簽帳這樣子的方法 來確認這個帳號 那這部分已經放到這個第30條 就是像數位簽帳 FID或其他安全相當的技術 來驗證這個看播或者是出資廣告的這個身份 那又或者是說空閉小組的共同建議是說 應該要去確保說在上面如果這個廣告 或這個有深度偽造的技術 或者是AI生成的個人影像等等 這個本身是要標註的而且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但是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說我們如果快速凝聚大家共同的意見 然後也跟這些科技的大廠確認說技術上是可行的 不是只是說我們希望你們這樣子做 而是你們事實上技術上做到這樣 那他可以在最快的速度裡面進入 我們應該是明天在院會就會討論的這個草案裡面 那以上補充謝謝 謝謝部長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下一個主題 請多元師幫我們介紹關於MyData 近期的發展 請中司長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早安 我是多元創新司莊明芬 接著由我來介紹MyData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平臺 那我想最近MyData自主運用平臺非常的夯 很多網友都在社群平臺裡面幫我們推薦 那我想在報告MyData平臺的這個服務 應用服務之前 我想要講一下我們的這個政策脈絡跟背景 我們來看一下 個人化自主資料運用的這個情景 在歐盟的時候 他們在DDPR的時候有說 民眾對於他個人的資料有可惜的權利 那在我國的個資法裡面也提到就是說 只要民眾他經由他個人的同意之下 他就可以請求置給副本來做自主的運用 那第二個這個理念是說 各位媒體朋友不曉得有沒有 申辦政府服務的一個經驗 如果你申辦政府服務的這個項目呢 是比較特殊的或是比較複雜的 通常要備妥不同機關的一些證明文件 才能夠完成辦理 那為了要完成辦理呢 民眾可能得來回奔破不同的機關 把這樣相關的這個個人化的這個文件一次備齊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如果我們採用線上服務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提供一個安全可信來的一個安全的一個環境 讓民眾可以在線上享受便利的這樣的一個服務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理念之下我們就在想是說 這樣子個人化自主運用的這個情境要怎麼樣 這樣的機制要怎麼樣建立起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如果需要很多不同的文件的話呢 我們怎麼樣一次備齊一次到位 那第三個部分呢怎麼樣建立一個安全可信來的一個操作環境 所以在這樣子的理念之下呢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眼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數位部呢就打造了一個MyData這個平台 那以民眾自主同意資料安全取得為核心理念 那我們提供了三種服務 一個是資料下載 第二個是線上服務 那第三種呢就是零貴服務 那麼只要經過本人身份驗證以及線上自主同意之後呢 那麼民眾都可以透過MyData來下載他 曾經在這個機關保有他的一些個人資料 他都可以下載來做運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現在累積的使用量大概147萬餘次 那麼資料下載大概136項 可以想見比較熱門的像你的財產資料啦 個人所得資料等等的你的考試及格證書 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來下載 那麼線上服務當然就更多了 大概有700多項 那以下呢我就舉幾個案例來做一下介紹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以這個線上申辦為例社會住宅 剛剛我講如果要申請的這個政府的這個申辦項目 是比較複雜的話 通常要備託比較多的一個證明文件 那以社會住宅來講 我就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經典的案例 各位記者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要申辦一個民眾想要申辦社會住宅的話呢 那他可能要提供怎麼樣 他的戶籍資料 財產資料 所得資料 甚至於保險資料 勞保的一個資料 低收入戶證明以及身性障礙證明等等的 你想想看要取得這些資料 是不是民眾都要奔波不同機關才能夠背棋 而且通常有時候背棋的時候 帶到林貴申辦的時候又忘了某一項的這個文件 所以造成民眾非常大的怎麼樣耗時又耗力 那麼透過這個線上這個申辦的這個案例來看 我們來看 就是說民眾只要透過MyData平台 他就可以在線上經過他的身份驗證之後 然後在自主同意的情況之下 一定要執行同意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怎麼樣一次下載下來給服務機關來辦理申辦 所以民眾就不用擔心怎麼樣要奔波取得資料 那申辦的境外又不用擔心怎麼樣民眾提供的資料有錯誤 還需要再重新請民眾再補資料等等的 那這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台中市政府大概申請社會住宅這個案例大概有 我印象中大概有6000多間左右 透過這個MyData平台來做申辦 那再下一項就是近期比較熱門的這個入出國日期的證明書 很多網友在他的這個臉書在曬他的這個入出國的記錄 那甚至於有熱心的網友提供了三分鐘註冊到申請的一個操作手冊 來告訴民眾要怎麼樣下載 那這個部分也就是說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民眾就不需要到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的服務點的零櫃 櫃台去做辦理 他只要在線上透過資料的填寫身份的驗證 那就可以把這個樣的資料下載下來了 所以非常的便利 那這個在網友的推播之下 我們這項服務確實最近是躍升在我們使用量的這個前三大了 那再來就是良民證的申請 我們現在講的良民證申請 我要提的是一個全程線上服務的概念 過去很多的民眾他可能因為要出國或者是工作所需 那他們都需要出示良民證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那民眾必須到各個地方政府的警察機關 官邻會申辦那經過審核之後就製證 然後再到現場領取 那這樣是不是很麻煩 他需要跑很多個階段才可以完成良民證的申請 那麼透過MyData平台我們內政部就跟我們一起合作 警政署跟我們一起合作 透過MyData平台驗證身份跟信用卡繳費之後 那麼他只要經過地方政府審核通過之後就可以直接送達 完成這個全程線上申辦的一個服務 所以良民證這個部分也確實是造福了很多的民眾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哇我們在網路上傳輸這些資料都其實都蠻機敏的 對不對都是涉及個人的資料 那我們怎麼樣讓民眾有一個安心的一個服務體驗呢 以事前事中事後這三個步驟來跟大家做一下報告 第一件事情就是事前我們強調身份驗證 因為在網路上很容易怎麼樣 你也不知道他是誰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透過安全的身份驗證 我們平台上提供了十種的身份驗證機制 那最常使用的當然像自然人憑證啊 行動自然人憑證 以及最近被高度使用的就是手機加健保卡卡號的身份驗證 那來做一個網路上的一個身份驗證的確認 那在事中也就是說民眾上了這個平台以後呢 他不管在下載資料 或者是想要申辦某一項服務的時候呢 在進行資料的這個傳輸過程當中呢 一定是知情同意的情況之下 同時呢我們也會用政府簡訊111唯一識別嘛 把這樣子的一個操作的一個過程 跟你下載的哪些資料項目呢 發送到民眾的一個簡訊上面 讓民眾了解他現在正在使用買data平台 那或者是也可以用email來通知 那最後呢如果民眾想要知道就是說 他可能想要知道說他過去有查詢哪些操作紀錄啊 那我們平台也提供這樣子的一個這個事後 可以查詢那個紀錄 讓他了解說他自己曾經在這個平台上使用了哪些操作的一個流程跟軌跡 那這就是我們的服務體驗啊 那麼再來就是說資訊安全以及個人隱私的保護當然是我們最重視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平台上面呢我們再重申一下 我們平台不保留民眾的個資 個資呢從這個資料的提供端到服務端呢 只是透過我們的這個平台來做傳輸 我們平台並不保留民眾的個人資料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民眾可以事後再去查詢他的使用紀錄 適中我們也會通知民眾他正在操作哪一些資料 那再來就是說再來我們這個同意的情況 知情同意的情況之下是指當次單次同意 也就是說我並不永久授權這個平台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我下次使用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任意的在不經過驗證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再去下載資料 這樣子是不行的 我們是單次有效 你這次想要下載良民證 你下次想要下載這個入出國的這個出國記錄證明書的話呢 都要再重新做一次身份的一個驗證 那再來資料加密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這個不管是在傳輸啦 或者是數位簽章加密演算法 來確保資料的安全跟完整性 我們一切都是符合國際標準 來做這樣的一個資料的一個保護 那麼在資安的驗證方面呢 我們這個MyData平台呢 每年都會主動來進行這個第三方的一個資安的一個集合 所以我們在這個平台呢 每年都有通過這個ISO27001以及ISO27701 這個資安以及隱私的一個標準驗證 確保這個這個平台的一個安全性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對於 資安跟個資保護的一個處理的一個機制 那麼最後這個部分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前面所提到的將近有900多項的資料下載 或者是服務的項目 並不是數位不獨立完成 而是我們協同中央機關以及地方政府 不斷不斷的一個發展之下 才能夠累積將近900項的一個服務 那麼在未來呢 我們也會持續跟著地方政府 以及中央機關一起攜手合作 不管是扶老稀釉型的 或者是弱勢照護型的 或者是這個農業災損型的 我們都希望各個地方政府 也能夠因地制宜發展他們的一個線上服務 那不管是線上線下的服務 我們都希望能夠提供給民眾良好的一個體驗 所以未來我們會不斷的持續打造 這樣的一個創新的一個便民服務 好 那麼我想各位記者聽我講完之後 應該會覺得說 便利生活確實可以從MyData開始 那麼我們就來欣賞一段影片 請同仁幫我們確認 充當口白了 那我們先請部長幫我們簡單講評一下好不好 我們再調整這個聲音的過程 這次當然會引發這個 大家都在po這個入出國相關的 我想是 我本來沒有這個意思 我只是在threads上面有貼一個說 好像是今年三月嘛 那時候剛好就是 可能就是立法委員對我們有一些想法 覺得說是不是說我們三百天 事實上我們快六百人的這個出國 都算在我一個人頭上 那這當然不是嘛 所以我就po說 哎呦那我最近這五個月 都就是完全沒有出國的這個記錄 那也剛好來測試一下MyData這樣 那但是這樣po出來之後 確實大家都發現說很方便 而且之前都不知道說可以這麼方便 所以就非常非常多人在那邊po出來 大家的這個入出國的記錄 那我當然看到是很開心 因為第一個MyData大家發現了 而且是很喜歡使用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在MyData上面 其實串接這麼多不同的 包含地方政府跟各機關的 這些相關的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在知情同意底下 行使自己的這些資料權利 那可以是達到就是 見證辯明的這個效果 那所以是非常的開心 那也看到大家貼出來這些 我就想到那個最近有一個紀錄片 這個搭手好評叫Invisible Nation 那我們蔡英文總統在裡面 你如果有看那個紀錄片的 就是預告片的話 他最後有一段話 他說這個我們只有一個選項 就是要走出去到世界每個角落 讓世界看到台灣 所以就看到大家在那邊討論說 在世界的每個角落 讓世界看到台灣的這個立場 其實也是讓我蠻開心的 所以這次算是一個這個意外吧 那但是也讓我們MyData 這個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增強我們的這個可用性跟韌性 那現在大家在使用上 應該會發現說真的比之前也快很多 然後使用的操作介面也易用很多 那以上補充 謝謝 謝謝部長 那我們這個影片現在可以放嗎 以往在您去機關進行業務申辦前 常需要準備許多紙本個人資料 現在只要有MyData 就可以幫您解決這個問題 它是為了讓民眾方便取得 存放在各個公部門個人資料 並且自主運用的資料轉介平台 MyData在110年4月正式上線 提供民眾更便捷的線上申辦服務 我們來聽聽在使用MyData之前 民眾與基層人員的心聲吧 非營利幼兒園現場報名的時間 通常為平日 家長還需要請假到現場報名 非常不方便 也有嘗試使用線上的申辦平台做報名 但是使用這個平台報名的時候 會請家長拍照 上傳資料 操作起來比較麻煩 每次招生登記和抽籤作業開始前 總要加班好幾天 登記當日現場總是大排長龍 除了受理報名之外 也要一一耐心 各別回覆家長的提問 遇到資料有缺漏或錯誤需要補件時 總會造成家長來回奔波的狀況 按理就學貸款最常遇到的是資料有漏 如果是缺戶籍成本 就會需要家長去附贈事務所現場申請 是的 當初申辦就怕遇到這種狀況 想到不要耽誤上班時間又可以把事情辦好 所以就找到了MyData 我們廣納民眾以及基層人員的新生一起交流 討論互動 合作找出服務的亮點 並且進行大量的推廣活動 幸福縣是一個年輕的城市 科技首都幸福逐縣是我們的願景 推動這個業務主要 就是要提供民眾更便捷的服務 並且做到學校的行政減量 透過線上的申辦功能 可以同時在線上取得英背的文件 免缺了家長需要請假辦理的困擾 使用MyData這個平台報名 只要按照它的操作步驟 一步一步的往下按 就可以敘述地完成報名的程序 家長就不用再拍照上傳資料 也能夠確保資料的準確性 我和同事終於可以沒有壓力地 審核報名文件 輕鬆地準備相關的招生作業了 抽籤當天還可以一鍵完成所有的流程 我們收到客戶提供的資料 都需要去比對是否有經過篡改 但MyData資料是直接從政府單位的系統傳過來 當然有效幫助我們提高資料驗證效率 真的 透過MyData文件直接線上提供 對保的流程只要15分鐘就完成了 MyData將持續擴大服務與機制 為民眾找出更貼心的服務 便利生活 從MyData開始 我們影片也算是順利地播完了 先前預告的AI評測執行草案外界對草案有些 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後續預計可時可以正式 對外發布 4月17日邀AI大廠線上會議討論後 Meta與OpenAI初步表示同意送測 預期最快何時可以送測 那第二題是部長提到民眾意見 認為可以先處理假帳號 平台刊登網站需要驗證數位簽帳等等 這部分如果平台違法沒有驗證的話 打炸專法草案有相關法則嗎 那我就嘗試來回答 我們應該在5月3號有開過那個委員會 就是推動委員會嘛 就是部長主持的 那我們也通過了指引 應該會盡速地公佈 這是指引的部分 再來就是Meta 他們這個我們可能還要再跟 因為他來參加會議他回去可能要回報 那他總部可能也需要討論 他還有一些legal的部門 可能要表示意見等等 這個我們還是會遵作大廠 我們我們會再跟他們再來聯繫 那什麼時候最快可以什麼時候送測這樣子 再來就是部長認為可以先處理假帳號平台的 等等的我們在打炸專法 我簡稱打炸專法 我們會請平台去做這個真實身分的確認 那我們部長有提到 我們應該會主要還是主推數位簽章 因為這個是不可否認等等的一個 而且都公開經驗的方式 最會主推的是數位簽章 所以然後沒有違法 沒有驗證的話 我們有一些法則 就是說如果這平台是外國的平台的話 因為他在打炸專法 我們有請他要設置這個法律代表 因為以前我們法律代表 因為以前最大的問題 可能這些平台都在國外 那可能聯繫管道或者是管轄權的問題 但我們在打炸專法 你們呼籲他們要設立 在台灣設立法律代表 那這個可以找我們自然人法人 或是律師會計師宿舍都可以 這樣子我們就會有一個可以 可以來協助 就是法律代表可以來協助 來傳遞政府的相關的資訊 來請他們來配合 所以這個會有這樣 當然他如果沒有達到這部分 瓜哥沒有設置法律代表 都有一些罰則 那以上先簡單跟他報告 記得應該是 就是2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 如果沒有執行 就是在這方面 就是看播者跟出資者的身份驗證 如果沒有執行的話 那也可以讓他先起改正這樣子 那其他別的 當然罰則有的更高這樣子 好 那然後另外可能也補充一下 就是說Meta跟OpenAI 如果現在是已經釋出的 像LAMA3或者是GPT4 Turbo等等 我們本來這個評測中心 自己就可以去驗證 那我們在會議上面講的是說 他們還沒有正式釋出的 就是正在驗證中的 他們自己也還在測試的 在進入台灣市場之前 就先跟我們建立這個互相驗證的關係 那那一部分 當然因為他們的這個法務部門 還需要進行一些處理 但是他們兩個都已經有表達 這方面的意願這樣子 那我們下一題 下一題也是私運的提問 那這個應該是 是問MyData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5月開始報稅季 有沒有哪些資料項目下載的部分 比較熱門 能不能提供相關資料下載次數等等 關於這個資料下載的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常常是動態的這個在發生 比方說最近我剛所說的 入出國日期證明書這個部分 大概就是有17萬多的使用量 那我想前三大大概就是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的個人所得資料 因為最近可能要報稅 那個人所得資料 那再來就是內政部護證司的 這個護證國民身分證資料 大概就是這幾種是 民眾最常下載的這個前三大 以上提供參考 那下一題是自由時報子玲的提問 請問近期還有跟TikTok總部互動嗎 針對TikTok平台上有害訊息 有進一步措施嗎 那第二題是關於明天證願要通過打架專法 那數位部的專章部長可不可以說明一下重點嗎 那這個部分我是不是留到明天 好 我就我今天剛剛講的部分 再進一步說明一下好了 其實剛才就是數產署所提到的 就是境外的這些大型的廣告平台 一定要設境內的代理員 那這條可以說是TikTok就是我們在制定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知道說一定會適用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變成在新的打架專法 就是炸氣危害防止條例 如果通過三讀通過的話 那他們就變成有一個一定要設這個代理人的一個義務 那這個是跟以前最大的一個不同 以前如果他自願在境內設代理人 當然你送達通知什麼都可以做 那但是以前如果他都不做的話 那其實並沒有任何方式 那現在就是說如果他一定都不做的話 那事實上在這個炸氣危害防止條裡面 最嚴重的時候是可以做限速或者是限制截取的這個動作 所以這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第二個是就是我們的專章 我們的專章處理的不只是就是網路廣告平台業者 也包含我們現在業管的就是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 電商業者跟網路連線遊戲業者 都有賦予他們一些防詐相關的義務 那至於具體是哪些義務 那這個就如同顧全說的 應該是明天院會後記者會再來討論 副總剛才那個講到限速跟限制截取的時候 大家好像有一點困惑 幫我們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如果他不設置代理人的話 那我們在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很難去進行像送達同志等等 這樣子的一些動作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看他是情節是不是重大 就是是不是故意的要不配合等等 那他規模又大 意思是說在我們這邊其實營業額很大 或接觸到非常多的這個民眾 那又故意不配合的話 那最嚴重的時候就可以讓 好比像說我們的網域停止解析等等 這個最近大家都有看到一些做法這樣 在境內不設就代理人不落地的意思的話 就是有可能會限制截取就是說 可能會封鎖 就是IP上沒有辦法去使用這個軟體 那個是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 中間還有包含流量管理措施等等 那就是對 那這些都是 那當然這個也不是說我們自己說了算 那也會有就是專家審議啊 等等相關的這個程序 請問一下 之前就是好像有討論過說 可以不要在app store上 他們的app 這種也是其中一個做法嗎 謝謝 就是我想限制接取處置 有各種各樣子的做法 那之前大家熟悉的是在網域的這個階段嗎 那您剛剛提到的是說 可能是Google或者是Apple 或者其他的app store的這個階段 那這一部分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一個 類似這樣專家審議的一個程序 來確保說怎麼樣子的方式 是有效而且合乎比例的這樣 好 那個 這針對 好 立軍也針對這一題要追問 所以就是因為之前那個 那個創意師好像又好像在那個telegram 令起爐灶 那衛福部是說因為沒有這個直接溝通的管道 所以有關於下不下降這個問題 那書衛部針對像類似這樣子 不斷的令起爐灶的違法 這個論壇那有沒有相關的那種 就是以後他們是不是也要在臺灣設立代理人 才可以有相關的對接 我想就是任何特定的軟體 它算不算大型的廣告平台 我們未來會有一個客觀的這個判準 那用那個判準來看 那如果是單純的通訊軟體 而並沒有經營廣告方面的業務的話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算在這種大型廣告 平台的範圍裡面 希望回答您的問題 想問一下那個法則的部分 可以再幫我們講一下嗎 因為剛好像那個副作在講的時候 跟部長講的時候有點重疊 可以再幫我們講一下 是 我想就是明天就會有很完整的 就是第39條就可以使用了 那它有各種不同的義務 那按照這些義務的輕重 那它違反的時候 會有或輕或重不同的法則 所以不是說好像全部都是這個 都是250萬或者是2500萬以下 或者是多少等等 它是按照那個每一個義務 它會刻意不同的法則 那這個因為明天就會在院會上面討論 我們是不是等院會討論 並且就是院會通過之後 再來就是就這些比較具體的文字 進行說明我想程序上是比較適合這樣 那我們現在進入先下一題 那大家還有一個問號 就直接在答案上面好不好 我們就照順序 那剛好我有問那個跟TikTok的互動 然後之前我記得有跟TikTok開過兩次會 然後想說好像這個部分沒有回答到 是不是有在進一步 對我想就是之前是我們約他們過來了 那也已經就是建立了說 那之後如果有相關這些政策等等 要怎麼通知等等 這個窗口這個都已經建立了 不曉得說探索有沒有補充 這個我們李懷仁次長 有請TikTok從新加坡 派他的主管來這裡 那我們主要是想要幫 我們各部會跟TikTok 可以直接溝通的一個管道 如果說有一些違反法令要下架 他們也可以直接聯絡 來避免他要再轉好幾手 所以那時候衛福部經管會 請政署 法務部中選 中選會已經有 都有幫都有來開會 對那請他們先直接建立管道 不過他們之間的聯繫 我們可能就要需要 因為不會再透過我們 就是我們幫助其他的執法機關 來建立這個直接溝通的管道 那下一題是王管人一連提問 現行是否尚未透過AI評測的模型 建議產業先不要導入部署到營運環境 避免資安疑慮 不過這個也要看你的營運環境 它本身的風險多高或者多低 也就是說它是不是有接觸到很多的不特定人 或者是說他沒有去代替人做一些判斷 或者是等等 那這個我們在指引裡面 特別是就我們剛剛夜管的那些數位 經濟相關產業 我們會有一個就是參考歐盟 去讓大家就是比較容易的來評估 這個是算是就是中段風險 還是高風險等等的情境 然後來進一步來去建議說 如果特別是在比較接近高風險的時候 那當然會建議你先來送評測 而且如果評測的狀況不好的話 那就是來避免相關的疑慮 但是如果他本來的應用就是在相當低風險的 好比像說只是我個人使用 而且沒有進入決策流程 我只是進行參考等等的話 那這部分的疑慮就比較小 大家還有其他提問 好 下一題也是子玲提問 聽說部長520後可能往國外發展 請問部長是下一步動就這樣 這個到世界每個角落 讓世界看到台灣 確實應該確實是會盡可能的 全世界大概都關心就是台灣 比方說他們也要選舉 那我們這次選舉 國際上面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關注 去看說在有深層次AI 那可能是有各種不同的極化的 或者是資訊操弄的等等的 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那我們選後 那確實也看到一些 關於投開票的流程等等 的這些訊息操弄 那但是台灣看起來受到的影響 比較有限 就是事實上選後也 就是很快就恢復了這個正常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樣子 其實是全世界都很想知道的 因為他們也要選舉 那所以至少在 就是確保選前的 以及選後的這個資訊完整性 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應該有一些可以貢獻的地方 也可以讓世界看到台灣 那所以我大概就是 在接下來會做這方面的分享這樣 好 謝謝副總 那下一題是 莊社思雲對於MyData的提問 第一個提問是 MyData上目前有很多資料 有不同身份驗證方式 有些可以用手機加健保卡驗證 有一些不能透過這個方式驗證 那目前身份驗證方式 以哪個管道為大宗 目前自然的憑證使用率還沒有很高 未來有沒有可能盡量每個項目 都可以用到手機門號 加上健保卡驗證方式呢 然後還是說主要是考量風險等級 因此有不同管道的使用差異 好 關於這個驗證的議題 各位記者可能有聽到我之前所說的 我們總共有130多項的資料下載 也就是說資料下載的提供機關 他們決定這個資料的 資料的機敏的程度 來選擇哪一種驗證方式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完全怎麼樣 授權由DP 也就是Data Provider 就是說資料提供機關來決定 他是要用哪一種驗證方式 不過像剛剛所提到的 雖然說現在的這個自然人憑證 跟行動自然人憑證不普及 但是我們也發現他的使用率 有漸漸怎麼樣 有漸漸提高了 那再加上近期 我們有透過手機 加這個健保卡號的驗證 確實這個 因為不用再用這個實體卡的 這個這個驗證方式 確實讓民眾覺得更為便利 所以這個目前就是使用上 也蠻多人來使用的 那未來我們當然還是會請這個 就是DP也就是說資料提供機關來看看 是不是有些驗證服務 可以採用這樣子的一個 手機加健保卡號的方式來做驗證 以上是我的補充 所以有二嗎 還是沒有 好 好那還有其他媒體朋友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的話 部長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我想這個身份驗證方式 大家都不希望用讀卡機了 這個是我們看這次報稅 也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雖然說理論上 自然憑證 他 就是可以靠著手機的背面的NFC感應 那來把手機當作讀卡機用 但是這個還是很麻煩 所以很多人他是裝了行動自然憑證 APP之後 他只做一次這個靠卡 然後就把自然憑證等於寫進手機裡面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都是用TW FIDO 就是行動自然憑證 所以最近我們也在Threads上面看到很多網友分享說 原來可以這樣做 大家都不知道可以這樣子做 所以就可以請大家多分享了 我想未來一旦這個內政部開放 直接拿手機去零貴 把行動自然憑證直接辦理 中間不用再隔著一個卡式自然憑證 這個應該也快了 那我想這個行動自然憑證的使用率就會大幅上升 我想對自己有手機門號 而且有就是健保卡卡號驗證的 這個當然很方便 但是還是不能排除說 有些朋友他沒有自己名下的 這個月族的手機門號等等 那針對這些朋友 那我想行動自然憑證 我們也會盡可能確保說 因為他驗證強度 絕對不會弱於這個手機門號 加上健保卡卡號 所以我們也會確保說 機關都能夠來支援行動自然憑證 以上補充 謝謝 謝謝部長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